在中国访问的总理公署部长陈振生表示 我国采取的是有原则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这种政策不偏袒任何一方 坚持的是原则 也担任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的陈振生 在北京对中共青年团成员讲话时表示 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广泛而且具有深度 而中国取得成功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新加坡在外交方面 是采取一个非常有原则 而独立自主的立场 我们不偏向哪一方 我们只追求一个有原则和开放的世界 陈振生在讲话中也谈到心中两国所面对的共同挑战 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凝聚力及社会的多元选择 这也是陈振生出任行情团主席后第一次出访中国 他也将前往重庆市访问 而心中第三个政府间互通互联合作项目就落户在那里 今年呢 被告告了 他从在哪里边的邮内